不需要撕,不用切,水果干被不少人视为健康的零食 它含有多酚,声称有抗氧化的功效 有益健康,减低患病的风险 小卫会选择了六类的水果干进行测试 发现它们平均的多酚含量都挺悬殊 其中是多啤梨干,蓝莓干和小红莓多酚含量最高 健康还健康,吃水果干的时候都要注意份量 如果不是,随时识得其反价 水果本来含有糖分,抽干水分后果糖浓缩 同一重量的糖分含量会更高 部分果干还会额外添加糖 在这次测试中,全部的样本都属于高糖食物 平均糖的含量最低就是杏浦,最高的就是提子干 而每食用份量糖分最高的是一款士多啤梨干 吃40克就要走半个小时才能消耗它提供的能量 想吃得健康一些,可以将果干混合坚果一起吃 种植水果的时候可能会用上除害剂 或者受到环境的除害剂残余污染 今次测试近七成的样本都验出除害剂 当中4款验出10种或以上的除害剂 虽然每一种除害剂的检出残余量都没有超出相关上限 但也有机会因为加成效果产生鸡尾酒效应 为健康带来风险 所以吃水果干的时候要留意份量 别完全用它来代替吃新鲜的水果 还要留意成分表 最好选择没有额外添加糖的水果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